而国防部也公布了 中国在昨天派出了7架次的军机 闯进了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当中运8这边止通机 还有米1-7直升机 以及5-10直升机都各一架次 也是第一次在台湾西南空域现身 专家不仅认为 共军是有透过直升机的演练 要夺取外岛的可能性 同时也研判了 中国想必是已经夺取台海的制空权 才会要派出直升机出海 就建议国防部未来 应该要调整兵力部署 中国26号派出7架次各型军机 再度闯进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 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 3500公司的中共军机 注意你接近我空域 影响我非常安全 立即规短脱离 不只运用广播驱离 国军也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利用防空飞弹追踪监视 但共军这回扰台的 除了两架殲16战机 和两架运8型机 还有首次闯进台湾西南方防空识别区的 各一架次的运8直通机 米17直升机和5直10直升机 运8直升机 它负责空中指挥 直升机出海 一定要有一个议题的假定 就是掌握这个制空权 没有掌握张海的制空权 它如果直升机出海 很容易变成肉霸 夺取某些我们的外岛 这样一个作战来讲 是有可能性存在 因为毕竟它是运输直升机 跟共军直升机 面对共军直升机 已经在我方西南空域现身 专家建议国防部应该调整 兵力部署 而国军军事投资 已经突破一兆元大关 立法院预算中心示警 应该及早拟定对策 筹措裁员 专家也认为新武器能尽早到位 就尽早到位 更重要的是提升人员素质 才能让武器战力充分发挥 华智熙已经刚成之学 台北报道